這個是Chicken Wings 這是什麼? Chicken Wings 還有這個? 歡迎大家收看喬琳日誌 一二三 大家好歡迎收看喬琳日誌 今天喬琳日誌來到新加坡的設計大學裡面 這是一間咖啡、披薩、意大利麵為主的餐廳 這邊的主廚是Pino人 做得出非常道地的料理 今天這間餐廳叫做Distar Bistro 我們今天會介紹四道菜 都是用英文介紹 由我們的主廚介紹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吃給大家看 順便評分 跟大家講他裡面的口感是怎麼樣 我們的餐點都到齊了 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Distar Bistro Restaurant 今天我們要分享給大家 這四道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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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個師傅 在我身邊 你可以介紹一下你的名字嗎 你好,我是Jeffrey 我是師傅 在Distar Bistro 可以你介紹一下 上來我們 我們下一個師傅 為了一道菜式 第一道菜式 是這個 這道菜式 我們知道 這道菜式 我們知道 這是在東亞菜式 和東亞菜式 因為 因為這是雞腿 和雞腿 在西方 一般主廚 在西方 有些雞腿 是用來的 所以它味道很柔軟 再加一點點鹽 同樣是啤酒 加上鹽的鹽的鹽的味道和鹽的味道 所以很多人都喜歡它 好 這看到了 給大家看 它本身長得很可愛 感覺香香很好吃 然後聞起來它餅皮 它這個餅皮它本身是偏薄的 然後這邊是偏酥脆的口感 它餅皮很有嚼勁耶 然後它那個肉的香氣很好 然後整個在嘴巴裡面擴散開來 然後它這邊餅皮是從 就是麵粉開始下去 整個都是手做的 然後再下去烤箱裡面烤 所以我本身還蠻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這披薩1到10分我會給9.5分 給大家做參考 OK 請你告訴我們 哪個是第二項目的售貨售 OK 我要介紹你 Pron Agrilio Pron Agrilio Pron Agrilio是始終於 Italian recipe Italian cuisine Spaghetti Agrilio 是製造的 Pron and the taste of olive base and also the combination of garlic That's why the taste is good for the people to eat the pasta like plain Agililio and also the taste of the prawn That's why they really love the prawn Agililio You don't have any secret recipe on that 今天這一道菜 它是蝦子下去做的意大利麵 看起來很好吃喔 登登 首先先試試看它的蝦子 我自己本身還蠻喜歡吃蝦子的 這是蝦仁 登登 它像蝦子很粗彈耶 我吃看這個麵 它麵長這樣子 有沒有 感覺很油脂油脂 是滑爛的感覺 這個啊 我覺得它本身還蠻油脂 蠻好吃的 本身很順口 然後這個呢 它裡面有一些胡椒 一些辛香料在裡面做煮料 我剛才其實還蠻喜歡的 所以這個一到十分的話 我大概會給八點五分 and the top three 我們在D Star Bistro的名牌 and also the carbonara is originate from the Italian but this this one is the dish of Rome made with the egg on top and also the got a crispy bacon and consists of Parmesan cheese originated in the Italian that's why they love it becau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cream a bit of saltiness of bacon and also crispy and especially is we have a porch egg on top how they eat this one the carbonara they use the pork to slice the egg on top so they mix it well on the pasta so it will be a good taste of egg inside not only the carbonara so also the egg gives some taste on the carbonara 它的吃法很特別 因爲它中間有一個生 就是半生不熟的蛋黃 對 就是半熟蛋 所以你都很喜歡就是 吃一個半熟蛋這樣吃法 然後再可能後面下去一起吃 然後它裡面有bacon奶油起司在裡面 然後它有一些香料在裡面 所以其實很好吃 我自己蠻喜歡它那個 起司的香味在裡面 然後蛋呢我本身也喜歡這種 就是不要完全全熟的 所以這道菜呢我本身1到10分 我給9分 給大家做餐烤了 ok? and the tofu is what's this? it's a morning after 好接下來這個 morning after 它的特色是中間有一個蛋黃 在中間 然後它有一些香菇啊 培根這樣子 這樣很好吃 然後它的名字由來也很好玩 如果我會介紹這個 我已經說了 裡面的材料 ok 因為我沒有太多 how to how to explain this one the morning after ok that's why the egg in the middle yes ok the morning after is as you can see is quite weird this pizza is a great taste and delicious one what I should say because we have a bacon inside and also a sliced mushroom and the special thing is we have to put the eg in the middle is a half half cooked egg and of course consists of mozzarella cheese originated from Italy why this dish called morning af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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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for myself to observe the morning after because the pizza usually they eat in the morning that's why the morning after they call like morning ok thank you so much ok 現在要吃給大家看 是這個morning after morning after 它本身 它有香菇在裡面 還有bacon還有蛋 給大家看看 它這邊還有一個蛋 蛋 香菇 培根 在裡面 它蛋黃沒有全熟的感覺 它在嘴巴裡面吃起來還蠻好吃的 然後它bacon跟香菇在裡面 mix還不錯 然後這個它的 因為它的這個佐料會比較濕潤一點 所以它的餅皮的嚼勁沒有剛剛的那個還要來的有Q勁嚼勁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它在你嘴巴感覺你會比較濕潤 是脆脆的 如果喜歡吃薄皮披薩的話大家應該很喜歡 那我自己本身還蠻喜歡吃薄皮披薩的 然後加上這個是蛋 中間有一個蛋在裡面 它不是全熟蛋 然後吃起來它的口感是蠻新生的 那這個我本身蠻推薦給大家 然後這一道菜它本身在這一家店是第四名 我還蠻喜歡這道菜的 那給大家做參考囉 然後接下來這是我們比較喜歡吃的 這個是水牛橙辣雞翅 酸辣雞翅 然後英文叫做buffer wing 對然後它這個一份是 一份是十塊錢 然後裡面有五塊 然後它這個雞翅會比較特別 它是先de-fry過之後 然後再淋一些辣的那個sauce 它sauce是另外煮 然後再裹上去的 所以它味道會比較不一樣 那喜歡吃水牛橙的 大家都知道它的口感 那上面它有灑一些香料在上面 那接下來就吃給大家看囉 這就是水牛橙酸辣雞翅 登登 它看起來油亮油亮的很好看耶 好 重來 好接下來呢 這是水牛橙酸辣雞翅 給大家看喔 它油亮油亮的感覺 所以它這個外皮它是先炸過 那先吃給大家看 第一口吃起來它味道還蠻酸的耶 它的嘴巴第一個刺激感是酸 然後辣的味道在後面 然後它本身這雞翅它的肉質還蠻鮮嫩的 然後很有嚼勁 然後喜歡吃酸的雞翅有這個也推薦給大家 然後這一個本身一到十分的話 我自己會給九分 OK 那今天來到這家餐廳叫做Distar Bristro 它的Logo在這邊 然後後面呢是我們的就是餐廳的吧檯 然後還有它的整個環境很漂亮 然後它是開在設計大學的裡面 周邊呢還有Export還有Upper Trendy 所以大家可以來Upper Trendy或是Export站的時候 可以順便過來這家餐廳看看 然後這間餐廳其實蠻多大學生 還有就是周邊公司的科技辛苦會來這邊用 大家可以就是也可以來這邊當作參考 對那以上呢是喬妮一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按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喬妮一日下次見 掰掰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按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再拍一下